第370集 木木逢灾 2023年10月13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这集啊 我继续为大家讲明白 现在和未来 我们先看这个图啊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毛主席是终结了周天子以来 3000年的私信 这个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土地所有权 3000年来 土地都是地主的 这似乎是天经地义 因为3000年都如此 是毛主席说 这个不对 土地应该是人民的 你看我说过啊 毛主席就是朱元璋 他们是同一个神仙 而朱元璋的大明朝 土地也是地主的 对吧 所以毛主席 他在明朝 没有终结周天子时代 同理啊 习主席就是汉武帝 汉朝时候 土地也是地主的 所以习主席 在汉朝 也没有终结周天子时代 只有到了新中国 土地是人民的 而且在新中国的国土上 毛主席消灭了 一切地主 现在你看懂了吧 你要有天地一指的概念 你将时间压缩到一点 你就会发现啊 是毛主席 在1949年开始 终结了3000年的死心 这就是我说的啊 毛主席终结了周天子时代 然后你再看邓小平 他一切都要私有化 他将这个矿山啊 工厂啊 这些东西都给私有化了 这就是 出现大地主了 对吧 而且邓小平恨不得 连中国人民银行 都要私有化 他连军队都要私有化 这位地主还地主 他邓小平啊 就是3000年私心总爆发 所以呢 邓小平时代 中国才差点被弄到 亡国灭种 因为3000年 加速到30年爆发了 你说人民受不得了吗 你现在就对毛主席时代 邓小平时代 有了清晰的认识 因为你都经历过 可是你对习主席时代 没有清晰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习主席时代 是后面3000年 你还没有经历到的 那你就感觉不到 毕竟大家都是凡人 都不能如神仙一样 看到未来 你看不见呢 那么我现在就把未来 给大家具体说一下 我一定能让大家 非常清楚的 感性的 知道这个未来是什么样 首先 你就看这个图 你要明白当前世界的 真正的政治局面 黑色 其实本来我说要代表私心的 但是 纯说思想领域不好说明白 我现在说 黑色它代表西方邪生 在人间的势力范围 那么红色 又是东方神仙 在人间的势力范围 毛主席时代 只有中国是红色 剩下全世界都是黑色 那就是都被西方邪生控制 邓小平时代 他接鬼了 这个鬼 就是西方邪神 在人间的妖魔鬼怪 邓小平把鬼给接进来了 那么自然中国 也就是一片黑色了 到处都是鬼啊 你看那个到处都是九条灵魂 现在是习主席时代 习主席取得了 对西方邪神的胜利 所以呢 西方邪神全面收缩 那个黑色就代表了欧洲 代表了英国 那是西方邪神的人间马仔 最后的栖息地 他们躲在这里 苟烟三船 你注意啊 我这个图还是天地一指 这涵盖了未来 也有现在 比如这里啊 以前出来的是 美国已经被西方邪神放弃了 可是现在美国还在 但是美国再有三个总统之后 就没了 所以你可以说 我连那个时候都包括了 而且这个时间啊 并不长 三个总统很快就会一死出现了 但我们明白了 现在和未来的天下大局面 我就具体说一下 未来三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 很多人啊 有个错误的感觉 大家觉得 这个三千年可太遥远了 我自己的有生之年 我多了不说 我就说十年吧 那么我十年之内 我这个绝大部分看我视频的人啊 甚至所有看我视频的人 都觉得 也许我们的生活呀 不会有太大变化 可能呢 压力会轻一些 但是整体来说 应该和邓小兵时代差不多 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你的想法呀 大错特错 未来三千年的工期时代 一开始就几乎达到了顶峰 也就是说 十年之内 你的生活是彻底改变的 我再换一个说法啊 你也许觉得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 习主席时代的那个未来 或者说生活质量的提高 才能体现出来 你会认为呀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才能享受到 这就是大错特错 你在未来十年享受到的 和你儿子 你孙子基本一样 具体怎么说呢 你记得一首诗吗 旧时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就是习主席时代的 一个精准描写 王谢呀 代表了世家大族 你直接可以理解呀 邓小平时代的权贵 你比如邓小平本人 或者马云这样的大富豪 他们就是王谢 他们家的燕子 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这里具体说 就是邓小平 马云 他们能得到的享受 老百姓也能享受得到 很具体了吧 那我还说的更具体点 我们就从啊 和每一个人密切相关的 生活中的所有事 来为大家讲清楚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医疗 你看这个死兔子 邓小平啊 应该是有个医疗团队 专门为他一个人看病 马云呢 只要他愿意 他甚至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医院 所有医生都为他一个人看病 对医院里都不要别人 这就是人间的顶级医疗享受了 对不对 可是这些医疗享受 远远比不了 未来的你 能享受到的那些医疗享受 未来 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 我就说是邻近时代吧 这个时代标准配置 就是国家计算中心 强大的人工智能 和遍布你家里的各种芯片 以及你随身携带的各种可穿戴设备 这一切都可以说是芯片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你的身体状态 各种数据 国家计算中心随时掌握 没病时候呢 可以给你健康知道 你生病了 此时就不是一个医疗团队给你看病了 这是全中国所有医生 他们全部的医疗经验 结合在一起 给你一个人看病 那你说 你得到的医疗待遇 是不是远超邓小平 远超马云 就是邓小平和马云 他们也不能 集合全中国所有医生 给他们一个人看病吧 而你呢 在未来那个时代 你就得到了 这不就是旧时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吗 再比如你说邓小平出门有转车 马云呢 他有司机 那你再看看未来科技时代 汽车是自动驾驶 你上了车 不需要你把直方向盘踩油门了 你只要说出你的目的地 剩下的一切都不用你管了 那你说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有了专属司机 对不对 这时候你说 我还不行 我要道路都归我一个人 这道路上不能有别的车 我一个人跑 那就跟邓小平一样 所有人都得为我清场 那你这个时候 你觉得你还是人民吗 你不就是地主了吗 你不就是邓小平本人了吗 地主是要被消灭的 懂了吧 如果你索要 超出人民的特权 你要这条道都给我一个人 那你就不但享受不到新时代 你还得进监狱 改造你的思想 未来的新时代 是为人民服务 不是为地主服务的 未来那个时代 是物质丰富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你要手机 只要你不先针 你一个人带时代 也没人管 因为这些玩意儿是足够的多 你只要能想到的物质财富 工厂流水线 都能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而且呢 这些就是属于 全体人民享受的 此时呢 你再多思考一下 你会发现 只有一样东西 是工厂没有办法 流水线生产的 是什么呢 就是土地 工厂再厉害 它也不能生产土地 我具体的 具体的来说啊 鲁迅 他当时在北京 有个四合院 五百多病名 在未来那个时代 你说啊 我别的都有了啊 这什么医疗有了 汽车位有了 都扔价值了 我现在我就想要个 五百平米的四合院 那或者我说 我就要这块地 我在这个地上 盖个别墅 这就不行了 因为那个时候 人人平等 你要五百平米 他要五百平米 你算算 一个人五百平米 我们国家 我们都会 如果都满足了 你的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国家 那个农田道路 都没有了 都盖 改房子了 都遍地都是房子 遍地都是别墅 那我们不就都饿死了吗 所以 你在这个时候 就立刻发现 土地的重要性了吧 如果我们把土地 也看成财富 那么从古到今 人类唯一 无法生产的财富 只有一样 就是土地 你比如啊 就算是空气 就算是阳光 人类都能生产 唯独土地 是绝不能生产出来的 所以啊 你在这个角度看历史 你就立刻明白 为什么周天子三千年 要确立地主 是土地的主人 因为这是不可 生产的财富 那么为什么 蒋介石 对毛主席的苏区 大开杀戒 甚至要杀光的苏区人民 那就是因为 毛主席动的是 私心的根本 就是土地呀 现在你就更加明白 土地的本质了吧 这是人间 唯一不可以制造的财富 土地是天生的 它就这么多 这呢 其实都不属于人间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中国 要走东方大道 就是因为啊 土地不能增加 如果土地 也能如汽车一样 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那么你走私心路向也可以 因为土地可以制造啊 最终你给自己 制造了一个地球 你一个人就拥有 这个地球 那你怎么自私 都没关系 对不对 那时候你就是 最大的地主了 那现在你说到 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觉得 有点遗憾啊 那这个地方嘛 其实就是天道的体现了 你想一下啊 太极图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那也就是 公心私心 它同时存在 对吧 所以啊 如果说一个人 彻底的消灭了私心 这私心一点也没有了 这个也的确是很难做到 或者说都做不到 或者我再说的直接点啊 一个人他总有私心 这个时候 我具体化为土地 土地代表了最大的私心 这个不能因为 不能人为的增加 在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过去三千年 周天子时代 整个人类社会 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让土地增加 但是在未来三千年 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 九成九的解决 怎么解决呢 那就是临近时代 临近时代 是一个你完全想不到的 科技时代 我做个比喻啊 这就好像你现在玩网络游戏 那么很多网络游戏 它都是创造一个虚拟事件 然而这毕竟是游戏 它很初级 未来那个时代 是可以创造一个 完全的地球 这个地球 如果你说 我要一个人霸占 那么就给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在里面遨游 别人都没有啊 就你一个人 那整个地球都是你的 或者说宇宙都是你的 也没问题 你的私心 在这个时候 就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在这个地球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把太平洋 当你一个人的洗澡盆 也没有人管你 你看 这个在毛主席时代 是不可想象的 即便邓小平时代 你从科技角度角 就是美国的新变时代 这也不可能 可是到了习主席时代 这一切都正在实现 现在啊 我就要再从大的方面说了啊 我们都不说未来三千年那么远 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领导这个世界 那么必然是我们的科技领先这个世界 这就好像大明朝领先世界 一个科技时代一样的 你说毛主席时代 为什么我们不能领导世界 那就是因为毛主席时代 我们的科技并没有领先世界 而习主席时代 为什么我们就能领导这个世界了 那就是因为习主席时代 我们有了领先世界的一个科技时代 这时候我就具体举例子了 我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你看啊 最近华为公布了一项全新科技 就是快速充电 给电车充电 一秒钟就能充一公里 你算一下啊 一秒钟充的电能跑一公里 那么一分钟就是六十公里 十分钟呢就是六百公里 你看这不就是一般的家庭轿车 加一次油加满的 等跑的里程吗 此时如果你还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呀 那你就太没有灵气了 你别忘了我前面说的啊 未来的科技时代是电时代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石油煤矿的时代 当时我就说了 这个时代有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石油和煤矿不可压缩 你油箱就这么大 就能跑六百公里 再多的油它加不进去呀 而电就不一样了 电池技术不断在发展 假设发展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这个体积的电池 现在能比如说能加六百公里吧 那么未来它能加三千公里了 你看三千公里 你按照华为现在的充电技术 也不过就是三十分钟就充进去了 半个小时而已 那你这个时候看啊 你充电半小时 就可以从北京一路跑到广州 如果以后台湾海峡通了公路 你还可以继续从广州跑到福建 到台北 就是这三 这一切呀 只是用了你三十分钟充电时间 你在这个场景啊 你对比现在的汽油车 是不是已经有了本质的提高 同时你更别说了 你还是无人驾驶 你都不用动方向盘 有人工智能为你驾驶 你只要全心欣赏风景 而路上你的健康问题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你个人和你家人的健康 随时有国家来关心 一旦你有点不舒服 那么一整套完善的治疗措施 第一时间就给你准备好了 那你在这个场景 对比现在 是不是那就是完全不是一个 同一个时代了 对不对 显然吧 而华为的快速充电 它现在已经开始安装了 这不是试验室产品 而是工程应用了 我看消息说 先要在318国道上安装 现在就是我看新闻 已经有很多人正在 使用这个快速充电了 你看 我们不就是正走在 未来时代的开端吗 你就从这一个例子 你就能感受到 习主席新时代 和美国旧时代的本质不同 美国可以说 它就是石油时代 这个根子还在大明朝 而习主席的新时代 是电时代 这还是我们中国人来开启 一切蛮夷 他们没有这个本事 他们不能开启新时代 这就好像西医 它这个西医 只是中医外科手术的发展 结果发展到现在 它就走入死活动 等死了 美国的石油时代 也已经走到头了 他们自己啊 就把自己给玩死了 正因为我们拥有了 全新的科技 所以我们才能 领导这个世界 因此你这个时候 再看这个图 你把这个黑色 想象旧的科技时代 是石油时代 你把红色 想象新的科技时代 是电时代 那么你看 为什么邓小平 一片黑暗 那就是因为 邓小平杀死了中国 所有的科技研发 他全面接轨呀 他就是美国 下面的一个小马仔 中国呢 也就被邓小平 变成了美国科技的附庸 我们自然就一片黑暗了 而习主席 新时代 是全新的科技时代 是电时代 那么新科技 对旧科技 是碾压的 那就好像 汽车对马车 是碾压一样 所以我们才能 红遍全球 而旧的科技 就不断失去 传统地盘 他们也就 龟缩一脚了 此时啊 我们想一下 习主席 提到的一个词 双向奔赴 这个时候 你就更加深刻的明白 什么叫双向奔赴了 我分国内 国外 两个方面来说 先说国内 我刚才说的啊 一个人 享有全国的医疗 一个人 就有专车司机 你要不要 你肯定要啊 换了你 你能不要吗 反正我是要的 那么你说 国家想不想 每一个中国人 都享受到这些 国家当然想了 因为只有全国人民 都为人民服务 这个体系 才能建立成功 我具体说啊 比如一个医生 他就不想 把自己的这个技术 给国家计算中心 他不给国家 提供自己的医疗技术 那你说 如果每个医生 都如此自私 那这个综合全国 所有医生的 人工智能医疗中心 就根本建不成 所以国家也希望 人民都是工心 都为人民服务 你看 这就是人民想要 国家想给 这就是双向奔赴 国家和人民 都不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 这个时候 我们再说国外 此时国外啊 体现的是科技代差 其实这个还是 华谊之变 我用过去的时代 来举例 大家更好明白 假设之前啊 是农业时代 阿拉伯人 他们还骑骆驼呢 那么我们呢 我们先来到了工业时代 我们有汽车了 这时候我都不说那些高大上的 我就纯粹的说 个人享受 比如你 你想去阿拉伯地区旅游 你自然想开车去 你不想骑马过去 对不对 在国内可以啊 国内都有汽车 有公路 有交流站 但是你到了阿拉伯世界 你有这些吗 你没有 你只能骑骆驼 所以你说 阿拉伯人看到你的汽车 是不是他们也想要汽车 那你是不是也想将公路 铺到阿拉伯世界 对吧 那这不就是双向奔赴吗 所以正因为一带一路 是造福全世界人民 那么全世界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就是双向奔赴了 我们不需要半点强迫 这就不像美国了 美国呢 他那个时代 他是到处建立军事基地 他们强迫当地人用美元 这个是为什么呢 他就是来维持美国人的 不劳而获这种生活 而我们中国全新的科技时代 是双向奔赴 是世界人民 需要我们给他们全新科技 而我们不需要用军队强迫他们接受 大家懂了吧 因为我们不剥削世界 我们的人民币 每一块钱都对应着我们创造的物质财富 这就不像美元 美元是随便印刷 你要多少 他给你多少 所以这个温铁军带着资本就下枪了 他就是带着白条就下枪去骗中国人土地了 大家明白了吗 美元呢 就是白纸啊 此时啊 你对未来时代就有了一个大概认识 这个时候你还有个怀疑 就是啊 需要多久我们才能享受到这一切 这个时候我还是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我上大学时候 我的大学同学天南地北都有 有个云南的 他从云南到北京 他要坐绿皮火车 那是需要几天几夜 可是现在你坐高铁 你看这个时间就缩短了很多吧 如果你这样还觉得不直观 我们再想一下古代 古代啊 一个书生 他去北京赶考 他从云南到北京最少也得半年时间 对不对 那你看 从半年时间到几天几夜 这个改变他花了几百年 假设从清朝算 其实这个更应该从古代算 就是民国之前 清朝时候 那个时候 你从云南到北京都要半年多 之后 这个半年缩短为几天几夜 这多长时间改成这样呢 就是毛主席三十年建设就做到了 你注意啊 我现在说的不是走路时间 而是建设时间 这就是说毛主席三十年时间 就将这个从云南到北京 他从半年缩短到了几天几夜 这个建设速度是越来越快 同理啊 未来那个时代 就不需要毛主席三十年 那么长的建设时间了 也许十年就都建设成功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十年之内 我们都能享受到 这个速度是飞快的 你看啊 原来我都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有了快速充电技术 一秒钟一公里 而现在已经有了 还正在准备全面铺设 那你想一下 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速度 就这个充电桩铺满全国 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而这个充电桩 就算以现在的速度 都可以支撑你 全电车的全国旅游了 这不就是电车时代全面来临吗 那么油车时代 不就彻底卸目了吗 就单纯说一样啊 你觉得难道就这个充电桩 需要50年才能铺满全国吗 不可能吧 所以啊 科技发展和科技的应用 远超我们老百姓的想象 因为我也是一个底层老百姓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前沿科技 我也不能乱说 我就针对我看到的新闻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就能知道 这个未来的发展速度 那你说 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前沿科技 一旦展开 我们的社会变化会有多快 显然远超老百姓的想象 所以我说啊 大家都能很快就享受到新时代的美好 其实这就像什么呢 你还是看周天子三天年 你就明白了 你说啊 周天子时代和满清时代 有区别吗 就是如果你是这里的一个老百姓 那是没有区别的 都是牛车和马车 看懂了吧 你假设自己站在周天子三天年开始 那么你到满清结束到自己太后的时候 你的这个马车牛车都没有变化 你都是这一辆马车牛车 因此我才说啊 你站在习主席的这个时代 它是未来三千年的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和以后的三千年也变化不大 所以啊 不是说你孙子 你孙子的孙子享受比你强得多 他们会有提高 但是不会有本质提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新时代 而新时代的福利 新时代的科技 就在习主席时代 我们老百姓都会享受得到 大家懂了吧 当你懂得了这个 那你想一下啊 西方邪神难道不懂吗 他们肯定比老百姓早就看明白这一切了 因此他们呢 才暂时的认输了 这就又是万无一码了 当年呢 毛主席长征一胜利 西方邪神他就认输了 所以他们就派遣 卓林等人 卧底在毛主席身边 40年后 卓林邓小平夺权成功 同理啊 西方邪神 面对习主席的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 它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 这就是天道运转 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这个新时代就已经来临了 那么西方邪神一样会顾忌重施 这不就是有了一群九转灵魂 早早卧底下来吗 现在你就更加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神仙下界 因为如果不是神仙下界呀 凡人找不到这帮九转灵魂 我前面说了啊 18大时候 没准邓小平就安排了一群人夺舍 18大时候 他们一夺舍可能就是十几岁的孩子 现在20大了 他们不过是20多岁 这帮人完全是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他们30年之后才出来夺取政权 他们现在就为那个30年后做准备了 凡人呢 是根本找不到他们的 所以必须呢 神仙来找出他们 然后呢 自然是把他们杀干净 这样的九转灵魂 一个也不能留下 因此啊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出现 那就是出来做这件事的 我来人间 就是要杀光人间的一切九转灵魂 永绝后患 这样才能保证东方大道 千秋万代 此时啊 当我们有了一个 大概的未来世界模样 那么我就要具体说到现在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一点啊 新旧两个时代 可不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一块豆腐一刀下去 切口是整齐的 这个两边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 现实世界不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啊 现实世界 我们想象成一片沙滩 沙滩上有沙子 沙子就是人民 还有呢 大小不一样的石头 石头它就是地主 就是汉奸卖国贼 就是资本家 就是邓小平和马云 过去邓小平时代 整个世界 其实是啊 脏水覆盖了全部的沙滩 这个时候 脏水代表了私有制 也代表了私心思想 也代表了过去那个美国时代的科技 这就是物质领域 思想领域全代表了 习主席的新时代是清水 清水代表了公有制 也代表了公心思想 也代表了全新的科技时代 现在这个清水是从天上泼下来 那么沙滩上的脏水 它就退去了 可是脏水它不能彻底没有啊 它还存在啊 那么他们退到哪呢 他们退到了欧洲 还有英国 大家懂了吧 那么清水自然就占满了沙滩 先占满的自然就是我们的中国 然后呢 清水就会蔓延到全世界 这就是一带一路了 最后呢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有清水和脏水 互相争夺的时刻 互相重叠的时刻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此时我要说一下啊 为什么我说习主席开启了 未来啊 三千年新时代 刚才我说的是科技方面 现在我说一下啊 政治方面 习主席开启了全新时代 这是因为他取得了对西方协生的胜利 这个事是有标志性事件的 是什么呢 就是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我前面一再说了啊 三年疫情 就是习主席的抗美援朝 这是一样的 最终结果是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习主席对西方协生取得的胜利 此时大家还不好理解 那我就再给你一个特别明白的证据 二十大是2022年10月份召开的 而就在同年就在2022年12月9号 中国宣布疫情结束 你看啊 就一个超级简短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祸害了中国人民 整整三年的疫情就突然结束了 你看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打到了板门店谈判 美国人打不下去了 他不打了 如果他们能打赢 你觉得美国人会不继续打吗 他们肯定会一直打下去 直到打入新中国 并且消灭新中国 他们肯签字认输 就是美国打不下去了 他们就认输了 同理 这个疫情 你这个时候千万别看成啊 一次传染病了 这根本不是 疫情就是西方邪神 指使人间马载 内部呢 是邓小平 胡锦涛 李克强等等啊 外部就是美国和西方 他们联合起来 以中国人的性命为筹码 再和习主席打仗 最终他们都输了 此时你一定要明白啊 如果他们不认输 那么疫情必然持续 就是封城啊 核酸检测呀 打针呢 是必然继续下去的 不会因为二十大 过了他们就结束 因为他们还有能力 打 那么现在为什么 就是那为什么那个 十二月就宣布 一切都结束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打不下去了 这就是啊 美国人在朝鲜 继续开枪放炮 打针封城 就是炮弹炸弹 没有区别 这就是万物一马 只是人民很难 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他们 就是美国人啊 能继续扔炸弹 他们必然一直扔 这就是必然会 持续封锁人民 持续让人民做奴隶 持续打针 持续的核酸检测 而我们能宣布 疫情结束了 这就是说 西方协身知道 再打也是输 所以他们在最高处决定 不打了 这就相当于 美国和志愿军 签署了 这个板门店 停战协定 可是战争结束了吗 没有啊 后来不是 邓小平夺权成功吗 这还是抗美援朝的延续 因此 疫情结束了 可是 我们中国和 西方的这个战争 根本没有结束 只是换了个方向进行 此时大家还是要有啊 一个全面的概念 你把世界看成一棵树 之前西方协身 拿着树干 他打中国 现在是西方协身不打了 他不摇晃这个树干了 可是树枝树叶 不是马上停止啊 树枝和树叶 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 在运动 这具体体现就是啊 钟南山这个老换奸 还在说呀 未来啊 会有五千万病人 大家赶紧打疫苗啊 看到了吗 钟南山就是这个树枝 树干停了 可是他停不下来啊 换奸做事就是如此啊 上面都放弃了 他们还不能放弃 这就有了 湖南台还在按照既定计划 请郭继承 这个后面呢 我会详细说到啊 现在我们说物质方面 钟南山的号召打针 现在大家就理解了吧 西方邪神 其实已经抛弃了 这帮汉奸 但是汉奸有惯性啊 他还在不知死活的做 他自己是停不下来的 这个时候 我们回到科技领域 我为大家详细说明白 在科技领域啊 西方是怎么负于顽抗的 我还是得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啊 就是西方邪神认输了 可是他们只是暂时认输 这一代三十年就算认输了 未来他们可没有认输 他们一直在为未来做准备 郭继承这样的人 都是为未来做的思想准备 同时第二点和老百姓最相关了 这就是说西方邪神抛弃了美国 可是美国人 他们不会自己抛弃自己啊 他们也要活下去啊 他们还得一天天生活 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表现在啊 雷军这个死汗间身上 你看这个图就全明白了 我们从上往下看 在下一个科技时代 最顶层呢 就是超级人工智能 这个是一套全新的科技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呢 大家也不是 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是超级科技就可以了 比如自动驾驶啊 比如一个人享受全部医疗啊 都是基于这个科技基础 那么怎么实现这个基础呢 此时你直接看最底层就好了 这就是无数各种类型的芯片 组成了这个系统 此时啊 我要说的形象点 大家就好理解了 你看啊 现在我们手机 假设有一百个 不同功能的芯片来组成 你对比旧的时代 这就是说 这一百个芯片 只能组成这个手机 这旧时代啊 那你单独拆出来一个芯片 它不能和别的芯片 组成一个新的 有功能性的工具 如果这么说不好理解 那我再举个实际例子 鸿蒙操作系统 它是全新的系统 它也是和芯片结合的 这就是说 未来的手机 一百个芯片 你拿出手机 这个芯片 你放在冰箱上 那冰箱就无缝连接到这个体系 这就是万物互联 或者我再举个例子 假设未来 有一万种芯片 这一万种芯片 是通过鸿蒙系统 完全连接在一起的 我要用手机 我就从中取出手机 需要的一百个芯片 这就是手机了 我要用电脑 我就从中取出一百个 另外的芯片 这就是电脑了 我要智能冰箱 那么我只要取出 一两个三五个芯片 放进冰箱就可以了 那我要用汽车智能 也是一样 比如我取出五十个芯片 放在汽车里面 那就都连接到一起了 这就是万物互联 这就是鸿蒙系统 也就是未来的世界 此时你对比 现在美国的操作系统 这就是说 美国的手机 你比如小米现在的手机 它的芯片一百个 你取出来 任意组织 它们都干不了别的事 就是说这一百个 除了集合在一起做手机 拆开就全是废物了 大家看懂了吧 此时我们还是要提高一下高度 你把这个看成工心私心 其实这样更好理解 这就是说 未来的时代 每一个芯片 它都是一颗工心 它的核心思想 是为人民服务 这时候 我甚至可以把人民再具体化 人民呢 就是个集体 它是最高处 那个人工智能 这就是说 每一个芯片被造出来 它有一个最底层的核心精神 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 这样我们才能任意组合芯片 制造我们需要的一切 这时候 你看美国那个科技 美国芯片被造出来 它没有这个核心 这体现在操作系统上 就是安卓也好 苹果也好 它这个操作系统 是为手机服务的 是为电脑服务的 而不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 大家特地明白了吧 所以 这个安卓手机 它不能拆 它拆了之后 每个芯片 什么都不能干 这操作系统也就废物了 而鸿蒙操作系统之下 蔚来的手机是可以拆的 拆开之后 这些芯片 都是 因为它们都是 为人工智能服务的 所以它们就可以任意组合 大家懂了吧 此时 我就要提到大罕见雷军了 大家以前都小看了雷军 以为它不过是柳川志的马仔 那之前是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雷军是西方邪神 选中的 阻挡中国科技前进的大马仔 它是核心马仔 它怎么阻挡中国科技前进呢 你看啊 雷军现在说了 小米也要造操作系统了 不是安卓 不是苹果 它要制造全新的 中国人的操作系统 那你看看 华为制造了鸿蒙 这个全新的下一代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 必将如红色浪潮 席卷全世界 而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活路 它就要阻挡鸿蒙 怎么阻挡呢 因为鸿蒙 明着就是对 安卓和苹果宣战 那你用安卓和苹果 是无法阻挡鸿蒙的 这时候 美国人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让中国内部 雷军和小米公司 从中国内部给鸿蒙捣乱 这就好像什么呢 我再做个比喻 大家更好明白 此时啊 你回到毛主席 1949年建国后 当时蒋介石败了 他跑了 可是很多蒋介石的军队 留在大陆 这个时候 雷军就是蒋介石 留下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面对新中国成立这个情况 雷军怎么办 他说好办 我换上解放军的服装 我也是解放军的一支部队了 人民 你说能分辨 这一支军队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吗 的确很难分辨吧 雷军和他的小米 就是国民党军队 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 他说 我自己也是解放军了 这就是雷军说的 我要研发 不同于安卓和苹果的操作系统了 大家懂了吧 此时你再看 那么当真正解放军 来到了雷军控制的地盘 如果解放军 要在这个地方发展 自然是要打败雷军 可雷军说 我也是解放军啊 我也反对美国佬啊 我也反对蒋介石啊 你们怎么能针对我呢 那人民一看 是啊 解放军不能打解放军啊 于是人民就被骗了 这怎么叫骗呢 你买小米的产品 就是被他骗了 而小米公司 它就是手机界的联想 它是个手机组装厂 他别说编操作系统了 他会写操作系统四个字 那都算是小米的高级人才了 他哪有能力编制操作系统啊 这还是啊 美国人改头换面 继续推那个安卓苹果 大家懂了吗 这就是在事实的阻挡 鸿蒙操作系统的扩张 我从更高层面来说 就是雷军 他在做柳传志一直做的事 柳传志 他是彻底掐死 中国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发展 现在局势发展到 那个掐不死 中国科技发展了 那么就要延缓这个趋势 他们要阻挡中国科技 在全世界攻城掠地 这就是雷军正在干的事 雷军从小处说 他是阻挡下一个科技时代来临 或者说他在阻挡华为公司 从大处说 他就是阻止人类进入工薪时代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我再做个比喻啊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 相当于一个中国孩子 穿着中国衣服 雷军做的事 他就是把一个白皮黑鬼的孩子 这个孩子原来穿着西装 那就是小米所谓自己的操作系统了 就是这个西装 现在呀 雷军给白皮黑鬼的孩子 脱了西装了 因为中国人民不接受了 但是他给这个胡人孩子 穿上了汉服 他说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孩子了 看到了吧 雷军正在造的 他的所谓小米操作系统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就是给胡人孩子套上汉服 好欺骗中国人 而且就这个汉服 雷军他自己都不会剪裁 这还是美国人给他缝出来的 雷军他就是只有一张大嘴啊 欺骗中国人 同时跪舔柳川志 不过现在呀 这个雷军他估计都舔不到柳川志了 他现在都找不到柳川志在哪 他现在只能跪舔美国人了 大家现在就更加明白 雷军以及小米 这样的公司是多么邪恶了吧 雷军呢 为什么这么邪恶呢 那就是我前面那个比喻了 雷军啊 他不是人民 他不是沙滩上的沙子 他是沙滩上的石头 这些石头 就是邓小平 陈云 柳川志 马云 雷军等等 他们被臭水浸泡的 从里到外都发臭了 沙子是人民 人民被清水洗涤过后 就都变干净了 这就是人民的私心私想 被清除了 人民人人都是一颗工心了 可是石头洗不干净 因为他里面是被泡黑了 大家明白了吧 现在那些大汉奸 他从里到外都是黑的 没有办法洗干净 而且他们极具欺骗性 雷军说 他自己造的中国人的操作系统 实际呢 他是给美国人继续当狗 如果我不解读出来 很多人不明白 而这呢 还是低级欺骗 我说一下更高级的 你看啊 未来那个时代 人人平等 可是我还是聚集到 生产生活 你看社会上 有不同的工作岗位 工作岗位 它就是不平等的 你比如一个环卫工作者 他在街道上打扫卫生 他清理垃圾桶 那么因为工作环境 就是如此 如此啊 所以必然他身上 会沾一些脏臭 还有这些味道啊 一个环卫工人 工作结束 他坐公交地铁回家 他必然被别人嫌弃 因为一身臭味 对吧 这个不容否认 事实如此 那你说 这个在未来时代 能改变吗 我要告诉你啊 这个别说在未来时代了 这个在毛主席时代 就和现在有本质的不同 毛主席时代啊 就是人人平等 这怎么体现呢 我还是以环卫工人来举例 这个工作的脏和臭 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无法改变 可是呢 国家却可以 发针对性的 劳保用品 手套啊 衣服啊 口罩啊 工具啊 等等啊 尽量减少 脏臭对工人身体的影响 同时更关键的是啊 环卫局下面 具体的一个个部门 会给一线工人 提供周到的后勤保障 比如环卫工人下班后 他一身脏臭 那就要有一个公共浴池 你看啊 只要环卫工人下班后 能泡一个热水澡 那么脏臭问题啊 就彻底解决了 他工作回来 脱下工作服 再洗完澡 全身干净了 之后呢 他换上生活中的服装 这个时候 他走出环卫局 走出自己的工作单位 他来到街上 他不淡不臭 他还香喷喷的 很整洁 那你看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而我说的一切 可不都是我 可不是我杜撰的啊 因为我的爷爷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他就是打澡公共浴池的 我当时还跟着我的爷爷 去这个公共浴池洗澡 他是在一个医院工作 医院里面呀 领导啊 医生啊 工人啊 等等啊 所有人都在这个 公共大浴池里面洗澡 你看 这就是毛主席的时代 毛主席的时代 毛主席没有把物资啊 全都给分了 分给具体的个人 而是尽量作为集体来使用 毛主席时代的工人 你别看他拿到具体工资是多少 他享受的是国家给的大量福利 那个从劳保用品到公共一职 等等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举一了 这就是人人平等啊 这就是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地位不同 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 此时你想一下 邓小平时代 他怎么欺骗你 他说 先富代后富 那怎么先富呢 这太简单了 我还以环 这个环卫部门举例啊 一个城市 这个环卫局跟你私有话了 邓小平的儿子 伦以哥 成为了环卫局的老板 他不能叫领导了 他是老板 那么你看 他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吗 根本不是 因为邓小平的口号是先富 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他要先富啊 那他先富就直接理解为 我要赚钱 那怎么立竿见影的赚钱呢 那就是先把工人福利全砍掉 环卫局是以打扫卫生啊 这个为目的的 对不对 那么你们工人就去打扫卫生好了 这个不能耽误 那么你们打扫卫生 我为什么还要给你提供浴池啊 没必要啊 因为浴池和打扫卫生无关 你是干净的打扫卫生 和是一身脏臭的打扫卫生 都和我没有关系 反正你卫生都要打扫了 因此 这一笔 玉池的开销 没了 那 伦宇哥 把这个玉池给砍掉 他可不就先富了吗 这笔钱进他口袋了 而这样一来 就带来很多问题 首先一个 还为工人 工作一天 他没有地方洗澡换衣服 那他出来 坐车 走路 都被人陷进 于是啊 在社会上 工作的高低贵贱 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那谁也不想当臭红红的人 被别人看不起吧 于是 环卫工人 就变成了低贱工种 你做环卫工 你就被别人看不起了 一个社会 这个 怎么说 人格的高低就出来了 同时呢 这还给伦宇哥 带来了更加发展的机会 我还用我爷爷来举例啊 我发现我的一生 简直是太奇怪了 我经历的一切 都是拿来做视频里面 例子的 假设 伦宇哥 承包了我爷爷那个 工作的那个医院 他首先砍掉了公共移职 那我爷爷不就失业了吗 我爷爷当时五十多岁 他上有老下有小 要养活 他突然没了收入 家人怎么办 那不就是饿死了吗 所以我爷爷 他就要抗争啊 我爷爷性格比较刚烈 他真的会抗争 我记得当时 他还给国务院写过信告状的 他抗争 这是什么 他 这可就是 反对改革开放啊 那邓小平 他就会命令暴力机构 把我爷爷抓进监狱 这就是邓小平 为什么要拿住军队 拿住公监法的原因 他也怕人民造反呢 同时呢 为了避免社会上 出现更多我爷爷这样的人 造成群体事件 那个邓小平 不就得死抓宣传吗 邓小平 让宣传机构 丑化我的爷爷 人民以为啊 我爷爷就是好吃了 做不干事啊 那只拿钱 那你因为你不干事啊 那人民 医院当然不要你啊 那么人民呢 就只会怪我爷爷 不会怪邓小平 于是人民就上当了 而这就是 马记等做的事 马记有个相声 红眼病 就是说 你赚不到钱啊 你看人家赚钱的 多的 你眼红 那是你懒 你废物 你红眼病犯了 看到了吗 他不说邓小平私心 他说人民都得病了 得了红眼病 正因为马记宣传有功 所以他的儿子马东 进了中央电视台 当了大领导 而正是因为 他们都是汉奸卖国贼 所以马东 才给李旦 这样的新汉奸 提供平台 让新汉奸 出来侮辱解放军 大家明白了吧 你看啊 这个脉络是多么的清晰 你明白了这个 你再想想我爷爷 我爷爷如果胆小 他不敢反对 龙以哥 那怎么办呢 家里人还要养活 那么他自然只能 求龙以哥 给他一个工作 那我爷爷 他原来 就是打扫浴池 现在浴池没有了 他也只能去扫地了 那么怎么能得到 这个工作呢 自然是减少工资啊 比如原来一个 环卫工人 50块钱 现在我爷爷 要抢这个位子了 那他只说 我40块钱我就干 你看 这不就是现在流行的 那个词 内卷吗 你现在就充分理解了 什么叫内卷 所谓内卷 就是内内卷削 西方邪神的人间马仔 疯狂制造出无数名词 他们就是为了 搅乱人民思想的 现在你想想马云 就这个弱智啊 一天到晚嘴里蹦名词啊 你再想想温铁军 什么资本下乡啊 流动性过剩啊 智库啊 你再想想这个王德峰 什么命理学啊 什么用神呢 还显露出来啊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万物一马 卷削就是卷削 但是他们怕人民明白 所以起了个新名字 叫内卷 大家彻底懂了吧 内卷就是对内剥削 就是压榨劳动人民 你现在就更加明白 思想领域的重要性了吧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没有任何一个所谓专家学者 跟你说明白 他们都是六贼 一个个都是汉奸卖国贼 各个都是混蛋 你看看啊 毛主席学问大不大 很大吧 可是你看毛主席的书 哪有复杂的地方啊 不是都能看明白吗 怎么到了现在的 所谓的专家学者了 他们就狂喷名词啊 仿佛不喷新名词 他们就说不明白这个事情 你说是不是他们 一个个都是废物 他们不但废物 他们还存心欺骗 废物和欺骗加在一起了 同时呢 也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啊 各个都是狗子 但是什么都不懂啊 说了这么多嘛 我就真的有点累了 我就放一个伟大的 郭子的视频 大家轻松一下 你注意啊 这里放的还是昨天的视频 你现在注意什么呢 你注意郭子说道德经 他完全就是引用了 道德经的原文 他自己是一点都不理解 你听起来好像郭继承 哎 完全懂了道德经 那也是大师了 可是实际你看 他一句自己的话都没有 他就是个复读机 他就是个记事本 他就是个纯傻子 我管他叫辩证法 从文化几千年以来 他的辩证思维 或者说苦素的辩证法 他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我们读到的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主 对吧 有不相声 高下相情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 中国人的这种辩证的思维 实际上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 来到中国的时候 又是一个成为 四成相证 看到了吧 这就充分体现了郭继承 就是个二傻子 你就看这段话 他试图说明白 什么是辩证法 他就用道德经来举例 可是道德经 他就会背原文 他一点都不能用自己的话 来解释辩证法 那就是说 郭继承也不理解辩证法 也不理解道德经 他就是一个初中生水平的 中年老骗子 那你看他为什么 还能到了这个地步 直奔郭子而去呢 这就是我要说到啊 思想领域了 我前面说的大部分都是物质领域 那是为了说明白新旧时代 说明白这几个三千年 而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物质领域 你就要想到啊 既然西方邪神准备几十年后 继续夺术中国 那么他们最先做的 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物质领域 而是思想领域 他们就要在思想领域 提前埋下私心的种子 你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图 你记住这个图 之后你只要不忘记这个图 你对西方邪神 所有在思想领域的阴谋诡计 都能一眼就看穿了 马列就是无产阶级 无国界 这就是针对华谊之变来的 华谊之变不但有物理国界 这是我们国家的边界线 它更是有思想国界 因为我们是神仙种子 我们的思想是可以充满工心的 而白皮黑鬼不一样 他们都是蛮夷 他们不能在思想上都是工心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思想 和白皮黑鬼的思想 是有看不见的 却真正存在的一条界线 这就是华谊之变 无产阶级无国界 就是针对华谊之变来的 他们就是要抹杀这个边界 大家懂了吧 而这个华谊之变 表现在物质世界 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 起码这个相貌啊 皮肤啊 颜色都不一样 这个还好被人民认识惊辱 所以单纯的以马列 欺骗人民困难重重 因此呢 西方邪神只是大量发展马列学院 而具体到社会上 老百姓其实根本不知道 马列学院已经爆炸式发展了 我都不知道 我还算关心社会新闻的一个老百姓呢 那你说别人就更不知道了 这是让马列教授 马列官员呢 发展并且潜伏下来 一方邪神呢 真正看重的 并且最有欺骗性的是国学 这个是针对攻心而来的 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就是攻心精神 有这个攻心精神呢 我们就能走东方路线 没有了这个攻心 我们就都成奴隶了 所以呢 西方邪神 就是要消灭中国人心中的 攻心思想 你别以为他们做不到 你就看我刚才举的例子 邓小平不是很容易 就做到这一点了吗 他成功了好几十年 他让中国人心中 没有了攻心 只有思心 此时你也许会说 我们有了邓小平时代的例子 我们就能认识清楚 我们就不会再被骗了 可是我要说 人民还是太天真了 大家并不能真正深刻理解 万物一马的含义 你认为的 认识清楚了思心 那是你认识清楚了 邓小平那一套思心 西方邪神 不会用老套路 邓小平 不过是他们 过去推出来的一个骗子 你识破了 那么他们就再推出来 一个新骗子 这个新骗子 变新的戏法 怎么可能还变得 和过去老一套呢 而这个新骗子 就是国学 国学体现出来 不就是郭继承 王德峰 张志顺这帮人吗 你看郭继承 他身为马列教授 大谈特谈国学 他的国学 手下没有水平 什么面条 馒头啊 就这玩意儿 其次 他跟你说 奉献呀 为企业创造20亿呀 你还不能要加班费呀 你看这个人 他都是畜生了 可是你再看啊 人民的看法重要吗 根本不重要 你挡得住 他去电视台吗 挡不住吧 此时我还是要提醒人民啊 千万别小看 敌人的力量 当年有个骗子 张物本 他说 他是中医 明医啊 电视台就狂推他 他理论特别简单 茄子绿豆包治百病 你不论得了什么病 就是癌症 你也不用看 就吃茄子绿豆 就可以了 你去看看 这都完全不合逻辑的骗术 可是张物本 他被电视台推 于是他就成了社会名人 到处有人抢他 请他做报告 关键很多人呢 还信他 纷纷就生吃茄子 吃绿豆 治病 看到了吧 你现在就明白 西方邪神 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想法 人民是很容易被欺骗的 他们只要掌握了宣传机构 他们想把一个人包装成什么样 都随心所欲的可以做到 所以你觉得啊 张物本这个例子 就如果你觉得张物本这个例子 还不够说明问题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著名的例子 就是鲁迅 你看现在啊 鲁迅宛柔一尊活菩萨 摆在人间思想界 那是你现在看到的 你想想鲁迅当年 他活的时候 他跟人家骂战 什么叫骂战 就是他骂别人 别人也骂他 林语堂不就是大骂鲁迅吗 你看他把鲁迅当一颗葱吗 根本不当一颗葱 一群人都骂鲁迅 鲁迅当时并不特殊 那个时候没有人神化鲁迅 他就是个普通的文人 谁都能骂他 当然他也乱骂别人 大家都拼得 可是什么时候 鲁迅变成了神 不能骂了呢 那不是他死后 西方邪神拼命给他刷金身 刷来刷去 到了新中国 还有一群 潜力群这样的 北大著名大师傅 玩命舔鲁迅臭脚 这帮人齐心合力 终于把鲁迅 从头到脚给舔干净了 他们活生生 把鲁迅给舔干净了 于是鲁迅就变成活菩萨了 你看到了吧 此时你把郭继承 带入鲁迅 那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这个郭继承 就是活着时候的那个鲁迅啊 我们想一下 只要宣传机构 没有拿在人民手里 那么现在湖南电视台请他 过两天云南电视台请他 然后北京电视台 最终是中央电视台 那么郭继承 他不就是从一个 谁都可以骂的鲁迅 变成了 谁都不能骂的鲁迅了吗 郭继承 不就是变成郭子了吗 大家这个时候 千万要有 天地一指的时间概念 你只看现在 那现在郭继承 他是个傻子 可是三四十年之后 那郭继承 他就不是傻子了 他就变成郭子了 大家懂了吧 大家一定要有 天地一指的时间概念 所以啊 你看明白了邓小平的欺骗 你没有看懂郭继承的欺骗呀 郭继承 王德峰 还有老骗子张志顺 他们就是打着国学的旗号 疯狂宣传私心 他们把私心包容的高大上 以圣人做伪装 塞给全国人民 现在你就看懂了 西方邪神 在未来思想领域的各种准备了 就是马列加国学 他们已经展开很多年了 好了 这集真的是把我累死了啊 我也远远没有说明白 未来三千年 那么伟大的一个时代 我怎么能几十分钟说得清楚呢 我只是啊 尽我所能 给大家一点点感性认识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看看 老骗子张志顺 他怎么说唐三藏的 行是焉 焉是行 焉道行道 行道焉道 行道不见焉 焉道不见行 管音菩萨 唐僧没有直接说话 唐僧是三藏之望 三藏之景话 那么 那么 观音菩萨的 实际上 观音菩萨就管理他们 他们都在他这一度里 我们的景气 甚 无形 之中 都有他来掌握 所以 观音菩萨去见唐僧 他不直接是观音 他要变个像 他在跟唐僧说话 等他一起走 唐僧才知道是观音菩萨 你看到了吧 就这个老骗子 他是狗屁都不懂 胡说八道 就说唐三藏 他知道唐三藏是什么呢 西游记明确说了 如来给的三藏经书 谈天说地 度鬼 这都没有半句话说到度人 老骗子说到什么 唐僧是三藏之王 可见他根本没有仔细阅读西游记 他张嘴就是胡说八道 能骗一个是一个 三藏之王 那也是天地鬼 唯独没有人 所以啊 你就看看 就这一帮国学大师 他们除了骗人 还能干什么 他们狗屁都干不了 他们被推出来 就是骗人的 这个真是气死我了 也累死我了 这都是真是说不完 一点也说不完 根本说不完 我本来还想说一下 这个王德峰 王德峰现在正在被处理吗 还要说一下以色列 现在我真的没有力气了 下一集再说吧 这一集就到这里 再见